Hello 歡迎收看十八十歲 我是大地星學的學生Howard 我今天跟大家說說來到澳洲之前 還有來了之後 要做些什麼 我們說說之前 來澳洲之前 你要帶些什麼呢 你要帶些什麼呢 好問題啊 評論區跟我說 好問題啊 要來之前 要帶些什麼呢 passport 這些不要忘記 藥啊 你在香港可以買經常用的藥 然後可以帶些充電線 因為這些澳洲買多貴 在香港買便宜很多很多 一條可以買三條 然後衣服帶過來 一定要帶五百元左右的現金 三百元到五百元 真的可以撐到你差不多一個禮拜多一點的生活 因為這裡你去開了銀行 它不是馬上給你銀行卡 你大概要等兩個星期左右 一個星期左右才給你銀行卡 這個很慢 來到之前 雖然你可以Cash Cardless cash out 即是不用用一張卡 但真的很麻煩 但現金好很多 我們下了機 第一件事 出了機場 我們機場大廳裡面 是有不同電訊公司的櫃桌 你就可以去買一張電話卡 用你的passport就可以買到電話卡 買到電話卡 我們就買一張交通卡 即是如果你是沒有人接機的話 你自己搭火車巴士的話 一定要把交通卡 去任何便利店 或者是機場裡面就可以直接買 在你的家裡 你放完 你就出去 快點去銀行裡面 解一張銀行卡 因為它有時間 轉過來 快點做完就好 但銀行越早點去 通常星期一至五 下午四點多 就關門了 星期日不開 星期六開到差不多 下午1點至2點 搞斷了這些東西之外 可能你住的地方是沒有床墊的 你要買 買完之後才可以睡 去買一些床墊 哪裏買呢 看下去我們會說 如果還有空 第二天 第三天 熟悉一下學校的路線 無論是坐巴士去 坐Train 還是UQ UQ的學生去搭船 是 在Brisbane 在Queenslet 坐交通工具 要買go kart 剛才說了 你想去交通工具 想Train那時候 拍 拍完之後 跟香港百分之不一樣 你下來的時候 還要拍多次 如果不拍的話 它算是全城 你坐全城 那就好貴了 你上來拍完之後 下去之前一定要拍 拍完如果坐巴士的話 要跟司機喊一聲 Thank you 他會覺得 你是一個很Polight的人 有三種方法 一種Taxi 就是Definitely No-No Taxi好像比Uber 真的很貴 不要選他們 不要這樣浪費你家人的錢 第二個Option Uber 比較中間 就是網頁車 Uber 價錢是便宜過Taxi 但都是貴過摺機 最便宜 最穩陣的 就是找人摺機 為什麼呢 因為Uber 如果你是凌晨 6機 4點多 5點多到Brisbane 可能很難打到Uber 可能打半個小時才能打到 加起來 飛機上很多人 可能23個人都要打Uber 或者Taxi 最好穩陣 強烈善意 找個人摺機 找誰呢 找 找我 很便宜 交朋友 你有什麼問題可以找我 怎樣搞電話卡 銀行卡 都可以教你的 記得 我的WeChat在這裡 或者你可以找華人平台 如果你未來過澳洲 你可能不知道有什麼華人平台 你可以上YouTube 啊 上WeChat 找 小蜜蜂 或者是 Brisbane互助 這樣的平台 如果你找不到 不要緊 你找到我 我推給你 Good question 澳洲有比較著名的銀行 有Carmenworth Bank Westpec 和 ANZ 澳洲 和 就是 ANZ 最推薦的一定是Carmenworth 那些卡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白色的卡 有些黃色 很高級的 然後呢 UI設計 App的UI設計 真的我用過最好的 我用過 Westpec和Carmenworth 很方便 Westpec 啊 Carmenworth的App 真的很方便 還有 它的 銀行的線卡 銀行是最多 基本上哪一個CPD 都有很多 如果是要開戶的話 第一 一定要早點去 因為開戶要排隊 排的時間比較長 那你帶 Passport 和個人就可以了 好 帶點錢去 因為現金 你要儲入 開戶的時候 儲點錢 然後 基本上這兩個 去到任何一個 線下的銀行 跟我說 Hello I would like to open a bank account 最好的呢 因為這些是 因為這些是銀行 最好方便的話 就是你去華人區 一些比較重要的東西 因為華人區通常銀行 都有一些華人區 他們中文幫你 真的很方便 因為銀行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澳洲出名的 電信公司有三個 由最貴到最便宜 我們分別來說 是Telstra Optis 和Vodafone Telstra是最好的 是這個來的 信號覆蓋最廣的 無論是City 還是 山裡面 Countryside 內路 信號是最好的 和信號最強 但是呢 缺點是價錢是最貴的 但又不會貴很多 如果你經常去山裡面玩 國家公園 內路裡面玩 Telstra是最方便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可能真的 不要信號導航回來 真的很恐怖 我試過一次 之前是向Vodafone 去到Mugrani 幸好朋友在Telstra 不是真的沒有解渡河回來 越過渡河完全沒有了 很恐怖 Vodafone 都是很多人用的 因為它是價錢最便宜 最划算的 比到Telstra的話 它的信號覆蓋不太廣 但City 和南區和北區 都是沒問題的 山裡面 就不太行 即是國家公園 內路 就不太行 但它真的很便宜 很划算 差不多划算 30% 一個月30% 兩個月60% 三個月等於是 多於Telstra一個月 而且它的UI設計都不錯 UI設計的APP 設計 是我用過三個 正上公司便最好的 到Optus 中規中矩 好過Vodafone 但又沒有Telstra 信號覆蓋那麼廣 但價錢都是中間 所以都可以的 可以試一下 通常的Plan 就是你買的方式 有兩種 一種是Prepade 一種是Postpaid Prepade 就是Monthly Postpaid 就是可以三 三 一年 兩年 十二個月 二十四個月 中間你是不可以換電信公司 阿強你先佔意大家 用Prepade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清楚你家附近 還有你學校 還有你工作的地方 信號 哪個電信公司好些 不是說Telstra一定哪裏都好 我家附近 Telstra反而是沒有Optus 那麼好 而且你要看看你自己 是不是很喜歡去內路的地方玩 如果是的話 一定Telstra不能跑了 雖然Prepade價錢 比Postpaid少少 但是你每個月 可以換不同的電信公司 看看誰最適合你 例如說你不用 用不到Telstra 你可以用Rodafone 和Optus Rodafone 好像你在家裡 信號不好 之後不要用Rodafone 用Optus 或者Telstra 選了一個你覺得 最適合你的電信公司 才用Postpaid 如果你一開始用了Postpaid的話 你發現這個電信公司不適合你 你學校和你家裡的信號很差 但是沒有解 因為你已經簽了十二個月 十二個月 就不能換公司 那就很麻煩了 而且在澳洲換電信公司 你可以保持你的電話號碼 同樣號碼 換不同公司 都是沒有問題的 去哪裏買東西呢 澳洲的超市衛康八街 就等於Cost and Woolworth 很多人喜歡去Woolworth 兩種不同設計 是competition來的 基本上兩個都差不多 你喜歡 你家附近有哪裏 你就去哪裏 好像我家附近是Cost 那我就用Cost 你家附近Woolworth多些 你就去Woolworth 但是最好就是選擇同一個來用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超市 它有兩個不同的積分卡 那個積分卡真的幫助了很多 有時候可以用積分 換很多很划算的東西 我又喜歡Cost 多些 不只是因為我家附近 最近是Cost 加上加上 我發現很多比較好一點的食材 好像意大利麵Pasta Cost有更好一點的牌子 就是Woolworth 好像找不到這麼高級的牌子 價錢不會差很多 差兩三元 但第二個牌子真的好很多 味道真的好很多 還有更加有營養 所以我覺得Cost 可能它裡面的東西 我個人主觀是 可能會好過Woolworth 一點 但很多人喜歡去Woolworth 因為那個 綠色和白色 覺得很健康 除了你買菜 買食的東西 還有可能你買一些生活用品 生活用品 我們澳洲都有三大 有Kmart Target BIG W 那三個都是 competition 來的 我喜歡Kmart 因為Kmart的供應商 是Ankle Ankle 真的好過Target 和BIG W 有些少少 就是 內用一點 價錢又會便宜一點 如果你是買床肉 買一些 餐具 買一些 煮東西 或者是買一些 Tower 你買一些玩具 可能一些 Table Game 或者是Surfing Ball Cable 滑板 那些 BIG W 和Target 好像是沒有的 有的話 都可能很少選擇 但價錢 還是那麼便宜 更加耐用 如果你買 店子產品 的話 因為Brisbane 不是那麼大的City 可能不一定會有 Bose的專櫃 BNO的專櫃 或者Sony的專櫃 你可以去JB Hi-Fi JB Hi-Fi 錄黃色的 真的很聰明的字 JB Hi-Fi 哪裏都有 很普遍的 哪個CBD都有 裡面有買 Apple的電腦 Windows電腦 然後 什麼都有 有買電視 TV Television 有買Portable Speaker 哪個牌子都有 Marshall JBL Sony 買家裡那些 很Big的Speaker 或者買一些 相機 模型機 手錶 什麼都有 真的很方便 Go for JB Hi-Fi 如果你們去到JB Hi-Fi 可以買一買他們自己的保障 真的很方便 給多一點錢 二十三十元 但是 它真的 一兩年 有任何東西 直接跟你換個新的 不用收 真的要換個新的 任何一個JB Hi-Fi 都可以 你買個相機 你買個模型機 買個Speaker 只要帶去 如果說 免費換個新的 或者你用到不喜歡 你不換新的 拿回 那筆錢 都沒問題 300元買的 300元拿回來 400元買的 400元拿回來 很划 OK 這個就是基本上 全部的東西 如果之後 大家有什麼問題 評論區留言 我就會拍些新的影片給大家 希望大家來澳洲玩得開心 OK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like subscribe and follow 不喜歡的話 你不介意的話 怎樣也OK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